中文是很有艺末力的语言之一 现在有很多人学中文 中文变成了国际交流的一个桥梁 谁知道学中文是一个又难学又有意思的过程 我还记得小时候 我觉得中文很难学 那时候教我中文的老师是挺狠 所以我很害怕 但是我妈妈一直鼓励我要好好学习中文 学了几年我才发现中文就是很有意思 尤其是汉色的结构 比如说眼泪的泪 眼泪的泪是怎么遮身呢 左边是水侧旁 而右边是木侧旁 木的意义是眼睛 那为什么这两字合成了泪呢 是因为泪从眼睛流出了水 怎么样 你们觉得中文很有趣吧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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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